Hello大家好,最近是小玲,好久不见,今天来学习这个 因为在外网看到了一个艺术家做出了这种效果,觉得特别炫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学会 所以今天用Procreate来展示一下怎么做这个效果 笔刷什么的,大家看自己随意啊 我建议就是用单线什么的都可以 首先从这个红色的开始 画一圈彩虹 点击一下 这个彩虹了,然后复制一层 颜色选成橙色 然后选择,底下这一点颜色填充一打开 它就会自动选择了 然后点击红色这个,调整一下大小 把它拉大一圈 然后接着复制一下橙色 换一个颜色,黄色 选择 就直接变色了,然后左上角 调整 接着复制 换颜色 就可以热 好了,这样开始的话 把所有东西一捏合并了 这是一个彩虹的圈 那么开始吧 首先可以选择一个 没有什么压感的笔 然后这里调到纯色 稍微很纯很纯的纯色 可以用这里经典 所以这边就是最正的颜色 然后选中以后开始画 新建图层 点击一下就变色了 点击一下就变正圆了 说错了,变色是什么 然后复制一层 这里选择黄色 选择 底下这里把颜色填充 点开,它就可以自动填充了 然后 拉个大小 复制 绿色 对,赤橙黄绿 橙色 选择 这颜色 其实大家自己 都可以 丰富一些也可以 做什么样的光影 就用什么样的 这里是先做了个彩虹 做一个没有感情的复制机器 然后最后来一点重色 所以往这边稍微拉一些 好了,之后结束了 打开画布 然后这里有个绘图指引 编辑绘图指引 对称 然后这里选择镜像 它就会变成这样 然后可以稍微移动一下 它的这个正中心 移到这个圈的中心 这也是比较偷懒的方法 完成 然后点击这个 小小手指 可以开始涂抹了 不对 忘记合并了 合并一下 然后 绘图辅助打开 可以稍稍的 多搓一下 把这个颜色 光呀一会儿 其实这就是你的光了 这是稍稍的 偷懒了一些 因为其实应该随机一些的 所以大家可以打点调辅助 这里就可以开始做一些不对 不对称的感觉 要不然每个都一样 就有点不像自然光运了 偷懒小天才 左上角模糊透视模糊 涂层 把这个中心和这个辅助线的中心移在一个地方 然后拉 拉到百分之百 接着 接着透视模糊 涂层模式 再来一次 这样的模糊就更自然了 结束以后呢 这是做好的这个涂层效果 复制一层 底下这一层选择 线性光 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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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性光 上面这层选择 添加 然后底下这层稍微调亮一点 调透明度少一点 颜色就会稍微浅一点 真实一些 然后这块可以少少的 也简单一些 但是你想要光 复制光的感觉 就可以多复制一点 光的感觉 左上角色彩平衡 还可以对它进行一些亮度的调整 之类的 就 这里是饱和度啊 光到底彩色多一些 还是 饱和度低一些啊 这样子的 所以我觉得 学会这个小技巧还是挺高级的 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在做完彩虹这一步的时候 用这个液化工具里面的 扭曲 其实我也挺神奇的 先用这个 镜像稍稍的拉出一点点变化 然后把辅助关掉以后 再 再用这个液化工具 再去做它的不同 推可以稍微的调一下这个 比如说这里稍微要出去一点 这里进来一点之类的 灰的和涂抹其实都会有自己各自的利弊吧 然后还是一样 透视模糊一到正中间 好拉 你要把两个结合在一起也行 这个就是你透视模糊的这个程度得 得好几次 然后这还可以用一下动态模糊 动态模糊就是 笔刷会顺着你的这个 在变 所以大家可以略微感受一下 搓一下出来 就行了 这样就很好了 还是一样 附这一层 底下这层线性光 上面这层添加 然后把下面这个涂层调小 这个就巨量无比了 所以可以稍微调一些些 所以它出来的这个光会比较散射 可以看出左边是液化出来的 右边是涂抹出来的 然后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须会比较明显 但是它这个就是有点片状的样子 到时候大家看自己需求吧 都可以 然后咱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拜拜